美國總統奧巴馬星期二在白宮迎接印度總理莫迪到訪 兩個人就增強美印兩國安全和經貿聯繫 以及實施去年在巴黎達成的 具有重要意義的全球氣候變化協定進行了對話 在結束了與莫迪的會談之後 奧巴馬說他們討論了如何能盡快落實巴黎氣候協定 以及如何確保為印度應對氣候變化給予必要的資金支持 幫助印度實施發展太陽能和清潔能源的遠大戰略 莫迪說華盛頓和新德里已經在全球關注的一系列問題上合作 其中包括核安全、恐怖主義和氣候變化